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深在一次互动中 无法奇想地将粉丝化成了一个独特的六边形战士 引发了一场全网的爆笑狂潮 这一切的起因要从周深最近的一次直播说起 直播中 周深为了表达对粉丝们的喜爱和感激之情 决定动笔亲自给他们画个肖像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这位天籁歌手的话机竟然如此惊人 他先是给粉丝化了一个冲天的丹马尾 还搭配了夸张的发亮和薄发绿的大眼睛 最令人捧腹的是 粉丝的脸型竟然是个六边形 当画作展示在屏幕上时 粉丝们的第一反应是笑诈了 纷纷调侃 这是周深心中的六边形战士吧 其实 这个六边形脸型的创意并不是无缘无故 原来 周深本来想要围绕一个空白的六边形进行创作 结果在创作过程中 脑海里不知怎么的就出现了粉丝的形象 于是他下笔如有神 把六边形直接画成了粉丝的样子 粉丝们在看到这一杰作后 笑到直不起腰 直言 周深你别画了 专心唱歌就好 而周深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画技的深刻认知 更是在直播中幽默好画 大家不要再叫我画画了 不仅如此 周深在画中更是给粉丝的眼睛涂上了夸张的大蓝海 而且特地强调 这是第二次给米子增加的更大的蓝海 第一次是给米子增加了色彩 第二次是加大了蓝海的范围 周深的幽默和创意让粉丝们又一次被他圈粉 这种无厘头的创作风格也得到了粉丝们的广泛欢迎 大家纷纷表示周深果然时时刻刻想助粉丝 甚至可以把一个和人完全无关的六边形创作 变成粉丝的搞笑头像 在粉丝的眼里 这一切不仅是周深的又一次搞笑创意 更是他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谊体现 周深在直播中多次表示 粉丝们的支持和陪伴是他创作的动力来源 而他也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粉丝的爱和感谢 正是这种双向奔赴的互动模式 让周深与米子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 有粉丝表示 周深对粉丝的爱就是这么真实 这么搞笑 每次都有新惊喜 周深自己也效助承认 画得不好 但画得开心 大家一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这次的六边形粉丝画风事件 再次展现了周深作为一名歌手之外的独特魅力 他用不拘一格的创意和无厘头的幽默感 赢得了粉丝的满满欢笑和喜爱 正如粉丝们所说 周深 画得好不好都没关系 我们爱的是你永远在乎我们的心 随助着扶六边形粉丝画作的走红 相信未来 周深还会带来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搞笑创作和惊喜互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